伴着铃声 香港江军澳香岛中学 又开始了新的一天 在香港吊井岭附近的众多学校中 这所中学的地势较高 教学楼上高高飘扬的国旗 格外引人注目 在这所学校的上空 五星红旗已经飘扬了70年 我们学校是最早升起 五星红旗升起国旗的 第一批学校之一 而且这第一批学校为数也着实不多 跟新中国同步去升起国旗 这也就是我们学校的 一个基本的惯例规范 和爱国教育的 一个重要的形式与内容了 都一细为常了 走进学校的校使馆 这里珍藏着学校早年的文字和图片 根据校使 新中国成立后 香岛中学随即升起五星红旗 由于学校校舍曾经被人焚毁 关于国旗 我们最早能找到的 就是这张拍摄于1956年的照片 尽管已经过去了超过一个甲子的时间 但是在这张黑白照片上 仍能清楚地看到 五星红旗升起在学校上空 现任校长邓飞说 当时要升起这样一面旗帜 连找到合适的旗杆都困难 学校的校园有比较小 香港的话一直在土地都比较紧张 那个校舍的话 操场都升不了国旗 可能就要到天台去升了 到楼顶去升 那楼顶的话 你这国旗的旗杆就不能太长 否则有点危险 所以那个时候的话 就有各种各样的客观条件的困难 要克服 但是有什么样的困难 我们都克服 都要必须要把这个五星红旗 把国旗给升上去 所以的话呢 我估计以前升国旗的话呢 现在看起来就很山寨的感觉 对不对 但是正因为这么山寨 我们都要坚持下来 变成一种传承 变成一种历史的惯例 变成一种学校的规范 才显得迷足珍贵 新中国成立 升起五星红旗 既是一种庄严的仪式 也是与亿万中国人 分享喜悦的举动 但是在香港 乡岛中学尽管升起了国旗 师师们内心却很复杂 只能在殖民统治之下 来去体会这份喜悦 这也是在九七之前 升国旗的一种 怎么说 情感上的一种 很纠结的感觉 一方面我们是爱国学校 爱国情怀一直都在传承 但另一方面的话呢 香港那个时候还没有回归 殖民的统治 事实上是存在的 我们要办这个爱国教育 去推动这个爱国教育 是非常困难 面对很多的困难 所以的话 那个时候的心情 可能是比较纠结 比较矛盾 比较复杂 事实上 香岛中学升起的五星红旗 也引起了港英当局的注意 首任校长卢栋 因在学校推行 身挂国旗 唱国歌 于1950年初 被港英当局 无力驱逐出境 1956年10月 香港发生的暴乱中 该校的本校 分校均遭破坏 本校校舍被焚毁 此后 周恩来总理 在北京接见 该校董事长吴炳昌 勉力学校全体师生 再接再厉 在祖国人民 港澳及海外 各界爱国同胞 捐款支援下 该校得以修复使用 在这些真容岁月里 五星红旗 依旧在顽强地飘扬 香港回归之后 身挂五星红旗 成为堂堂正正 理所应当的事 举行升旗仪式 也成为 乡岛中学 每个月的惯例 不仅如此 学校每逢重大的节庆 还要求学生 唱响国歌 在九七回归之后 这个升国旗 就变成堂堂正正了 变成是 理所当然了 在自己的国土 在自己的主权 回归的前提之下 来升国旗 来庆祝国庆活动 等等这些的话 就觉得 我们就真的是 一种主人蒙的一种感受 就真的体现出来了 就没有了 之前那种殖民统治之下的 那种尴尬的 或者是憋屈的那种心理 完全就一扫而空了 近期 香港社会出现了很大的风波 在这种情况下 有的学校团体提出 取消国庆升级仪式的想法 这让邓飞非常愤慨 我觉得这样做的话 其实是一个 开了一个非常坏的先例 这非常坏的先例 具体体现在两方面 第一 这么隆重的一个 升国旗奏唱国歌的仪式 可以向一些 反对国家统一的人 做一个迁就 这是一个非常不理想 非常恶劣的一种 让步的趋势 你其实是这样 是在向恶势力去低头 即使纯粹从教育的角度 也说不过去 今天因为你担心 挑起学生的情绪 而决定不升国旗 那好 那明天学校如果 如果学生觉得 你这学校的校徽 刺激了我的情绪 那你的学校是不是 把你这校徽都拆下来 你去迁就他 对不对 你既然国徽国旗国歌 都可以迁就 为什么你校徽校级 不能迁就呢 这一泄千里了 国旗在乡岛中学上空 飘扬了70年 升起国旗的这份情感 对乡岛中学的师生们来说 早已深入骨髓 在香港社会动荡的当下 乡岛中学的这份坚持 更有价值 正因为有这么一大 这么大的一个政治的风潮 所以才显得这份坚持 更有价值 这是一个应有之意 理所当然的是 对一个国家的国旗国歌 要有起码的尊重 要定期和一些重大隆重的场合 来进行升国旗和奏唱国歌的仪式 大家都已经深入骨髓了 就觉得这是应有之意 本来就应该做的 没有去再讨论的余地和必要性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第二次